武神主宰5883章,太给脸了,你也配备他认识。 孟天辉刚把话说完,魔力便是冷冷地说了句,目入不屑。 孟天辉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,心中恼怒不已,自己可是天族圣子,竟然被如此无视。 但想到魔力之前请客间斩杀斜杀的手段,他只能是脸色铁青,一句话都不说。 虽然斜杀被这么容易击杀,极有可能是因为轻敌,可是先前魔力出手那恐怖的威势,孟天辉估计就算是自己,也不一定是魔力的对手。 想到这,他心中已经萌生了退意,当即抱拳说道,既然这地方几位要了,在孟某等就先告辞了。 说完,他转身就准备离去,而一旁的巨谱大圣也拱了拱手,当即就要离开,魔力的恐怖身手让他片刻也不想留下。 魔力却淡淡地说道,两位还真是好自由啊,真是想留就留,想走就走。 魔力说完这话,收起了斜杀的空间至宝,然后表情平静地看着两人,似乎只要两人有任何举动,他就要动手。 孟天辉两人的脸色顿时变了,虽然他们知道自己很可能不是魔力的对手,可是魔力这话却有些太欺负人了。 他们好歹都是巅峰大地级的强者,宇宙海中赫赫有名的人物,竟然连想要离开这里都被限制了,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一点。 更气人的还不是魔力的话,而是他那平静而又不屑的眼神,看着他们三人就仿佛看着一个蝼蚁一般,他们什么时候遭到过这样的耻辱? 在一旁的波萨亚也是从之前的惊骇之中反映了过来,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卡布鲁道,卡布鲁,这两位是你的朋友。 魔力之前展现出来的手段,就算是他也极其惊骇,当年他和卡布鲁的姐姐等一群人一同闯荡过万神之虚秘境。 而卡布鲁的姐姐,据说已经是新兽一族最强大的天骄了,可眼前这卡布鲁的两位朋友,却可怕到连天族的孟天辉在他面前想走都不敢,这已经不能用巅峰大帝来形容了。 听到波萨亚的话,卡布鲁却是猛地吓了一跳,阁下可不要乱说,这两位可不是我的朋友。 不是你朋友?波萨亚一正? 对,他们两位是我大人,我卡布鲁何德何能? 能和这两位大人成为朋友,你话可千万不能乱说。 卡布鲁下的背后冷汗直冒,这两位可是能和神帝对抗的存在,他什么身份,敢和他们做朋友,别惹得两位大人震怒,一巴掌把他拍死,那他就太怨了。 而一旁的孟天辉却根本没去考虑卡布鲁的话,脸色阴沉不已,对着魔力冷冷道,阁下这话什么意思,莫非还要强留下孟某不成? 我孟天辉别说是天族的圣子,未来天族的继承人了,就算只是天族一个普通的族人,也绝不会受阁下如此危险。 孟天辉说完这话,身上的气势完全爆发开来,周围的空间在他的气势中甚至可以用肉眼看到一些涟漪,一种明明的命运之道在天地间激荡着。 魔力冷冷一笑,孟天辉的气势虽然惊人,但激荡出来的力量却差得太远了,还天族继承人呢,只不过是给自己脸上贴金,好让外人忌惮而已,说得不好听点就是徒有其表的直老虎而已。 见识过秦晨之前身上的命运气息之后,看到孟天辉身上的命运气息,魔力简直想笑。 你说对了,本地就是要留下你,你又能如何?魔力根本就没有一句废话,他也懒得和孟天辉废话,一个小小的巅峰大帝而已,也敢在他面前装算。 在秦晨之前让自己动手的那一刻起,魔力就已经明白了秦晨的态度。 你,孟天辉气的脸色通红。 他刚才说那话,加上爆发出来的命运大道之力,就是想让魔力知道自己可不是一个软柿子,让魔力对他的身份有所忌惮。 毕竟天族在宇宙海还是颇有威名的,天族天主执掌命运之道,任何人胆敢对他天族族人动手,都能被天主推算到。 对方只要对天族稍微有一点忌惮,他也就下台阶走人了。 可是让孟天辉没有想到的是,魔力竟然一点都没有被他天族的身份和气势影响到,甚至说话都没有半分的客气,这让他如何可以忍受? 你! 孟天辉再不说话,怒吓声中一抬手,轰隆一声,一道可怕的白光在他周身盘旋了一圈,然后迅速落在了他的身前。 这是一根命运轮盘,在那轮盘之上有着一道道命运道文,此物乃是天主赐予他的至宝,虽然不是神地级的宝物,但在大地之中绝对是最顶级的存在。 这一道命运轮盘一被寄出来,就在孟天辉身边带起一道道的命运残影。 那些残影一圈连着一圈,其中能看到无数命运之力在浮沉,执掌着无数人的生死。 哪怕是根本没有出手攻击,那种命运之力激荡出的可怕力量,就让一旁的卡布鲁感觉自己像是命运长河中的一条小鱼,在命运之中浮沉,要被裹鞋席其中,身不由己一般。 一旁的波萨亚和巨普大圣看着眼前的命运轮盘也是暗暗心迹,在这命运轮盘面前,他们据是有一种神魂被牵引的感觉,不由得暗暗心惊,没想到之前孟天辉竟然还没施展出全力来。 孟天辉祭出自己的命运轮盘后并没有主动出手,只是冷冷地看着魔力,沉声道,此乃我天族的命运轮盘,乃是我族天主祭练拥有半部神帝级的力量,并且此物一旦祭出,我族天主都能感受到,阁下可要考虑清楚了。 孟天辉只是冷冷看着魔力,却没有直接动手,那意思已经很明显了,显然只是想让魔力忌惮,并且表示要动手,我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 半部神帝级的力量,真的是好吓人啊。 魔力痴笑一声,他现在的眼光可不是当初了,他连黑龙会老祖,影族祖祖都交锋过,区区一个巅峰大地,他简直根本没放在眼里。 别说对方只是有半部神帝的实力了,就算是神帝又如何,他也是浑然不惧。 本来还只是想让你们交出那什么空间古实就行了,没想到你身上还有这么一个宝物,不错,这宝物本帝看重了。 魔力话音落下,根本不等孟天辉说话,大手便是朝着他面前的命运轮盘狠狠地抓射了过去。 孟天辉没有想到,魔力既然说动手就动手,完全不顾及他天族身份,此刻根本就来不及细想,那命运轮盘已然全力祭出。 顷刻间,无数命运之力如同一片长河一般瞬间汇聚在一起,而后猛地膨胀开来,就如同一片浩瀚的命运天幕。 要将魔力的攻击给抵挡开来。 一种极度的命运浩瀚缥缈之感传递而来,在那恐怖的命运气息下,魔力仿佛看到了命运的浩瀚,命运的无穷,命运的深不可测。 曾经和冥藏大帝等强者交锋过的魔力一瞬间就明白,此刻这孟天辉施展出的命运轮盘,的确已经拥有了半步神地级的力量。 可他却怡然不惧,甚至冷哼一声,任由那恐怖的命运长河之力包裹住自己,整个人竟是躲都不躲。 好! 孟天辉健壮大喜不已,他最害怕的就是,魔力会像之前对付邪杀一样,直接对他出手,那他想要抵挡都抵挡不住,可现在,魔力竟然面对命运轮盘的攻击,躲都不躲。 如此大意之下,一旦被自己的命运轮盘给席卷中,就算是再强的大帝,也会成为命运的奴隶,彻底沦丧其中。 他第一时间就疯狂催动命运轮盘,要将魔力的命运给彻底掌控。 轰的一声,浩瀚的命运之力狠狠冲击在魔力身上,下一刻,孟天辉的眼珠子墨地瞪圆了。 在他那命运轮盘施展出的命运长河的冲击下,魔力的身形就如同涛浪中的礁石,竟是纹丝不动,仿佛他的命运超脱在长河之外,根本不受长河力量的撼动。 怎么可能?孟天辉惊怒出声,就算是一尊半步神地级的强者,也不可能说在他的命运轮盘之下,可以做到安然无恙。 然而此刻的他已经来不及,却想太多了,魔力身形在命运长河中窥然不动,只是冷哼一声,嘴角勾勒嘲讽,气势再度爆发。 真缘涌动之下,大手穿透无尽命运长河,一瞬间就将那命运轮盘给抓在了手中。 不好! 孟天辉感觉到自己命运轮盘的力量在迅速减弱,整个命运轮盘根本不受自己控制,竟是被眼前的魔力直接拉扯了过去,他脸色立刻就是大变。 在拥有命运轮盘的情况下,他都如此被压制,如果失去了命运轮盘,那还了得。 孟天辉甚至都没有去细想,就已经开始燃烧本源,试图去重新掌控命运轮盘。 居然还想要反抗?本地是太给你脸了吗? 魔力看到孟天辉竟然还试图反抗,另一只手直接抡起,一巴掌狠狠就甩在了孟天辉的脸上。 啪的一声,孟天辉被瞬间抽飞出去,半张脸瞬间被抽烂。